歌唱表演為活動拉開序幕 以媽祖信仰為主的豐原正清宮 今年建廟七週年 除了系列慶祝活動外 廟房也準備了1000份的物資和紅包 要分送給豐原區36里的低收入戶 我們區公所幫我們提供第三類的低收入戶 大概將近1000戶左右 有5公斤一包的米 是豐原農會的 另外就是一包官廟面120克 現金600塊 大概就是三樣東西 廟房表示一份救濟物資 包含了5公斤的白米 1.2公斤的官廟面和600塊的紅包 由廟房幹部和慈善會共同贊助 希望在歲末寒冬發揚媽祖慈悲救世的精神 讓弱勢民眾感受到溫暖 我想能夠替媽祖婆做這件事情來講 我自己個人包括我們看起來是所有我們的幹部 還有我們所有的信徒 我想看起來他們都是非常高興的 在這種能夠做付出的部分來講的話 心裡是能夠非常的高興的 活動當天廟房還準備了3000斤的平安圓 給民眾吃平安祈福 整個活動就在溫馨熱鬧氣氛下圓滿諾幕 記者李嘉然中 慘到